在核四问题争议下 台股从8900点开始下探 还好今天行政院召开记者会 重申停工不停建后 才反弹重回8800点的大关 而根据评估 如果依在野党要求停建核四 除了原先电价会涨四成之外 台电累计亏损也会超过5000亿 宣告破产 让社会影响更严重 因为认为数字都还没一个完整决定 这个反正政府已经决定了 被要求跟着开记者会 黄仲求有如小媳妇 无奈表情挂在脸上 也只敢在经济部长张家住耳边 小声提点 电价的问题 我们根据之前的估算 如果核四也不商转 那核一二三也如其除异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全部用天然气来取代的话 电价应该会涨到四成以上 电价涨或许是小 但更重要是 以103年3月底台电账目来看 资本3300亿 累计亏损2067亿 如果依照在野党要求停建 亏损往上加 没法回收的核四工程投资 2838亿 合约赔偿100亿 亏损达505亿 但采用停工 核四依旧是台电资产 暂时躲过破产危机 核四依旧的时间这个数字是多少 我们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们知道它在重新在启动的这个预算 大概是30亿美金 核四亿争议不只影响台电 甚至让股市动荡 从上星期跌破8800点后 今早一路往下探 到正股召开记者会宣布停工不停建议后 才一路往上升 4月25号台股重创171点 收在8774点 雅谷表现最差 时间来到28号 早盘又因为封存停工冲击 开盘重创百点来到8680点 之后外资逢低承接 加上将一话10点开记者会 强调停工非停建 股市由黑翻红 中场重回8800点大关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场请影响 如果有任何影响 它应该是体现在未来 一定时间之后 那会影响我们整个经济上的 一些发展的潜力 核实施国家重大能源政策 影响实在太深远 停工后配套措施 如何完善挑战举步维艰 东西文财林区家康赛 台北报道